判断 什么 我们不赌钱 赌点别的 你敢不敢 赌 赌赌赌 赌赌 这有什么不干的 笔大小 输的人回答赢的人一个问题 不能撒谎 好 赌就赌 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你喜欢的人是谁 你这是什么破问题 换下一个 我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你只管如实回答 不回答就算说了 回答就回答 我喜欢的人 是我想要相伴一生的人 你最想与谁相伴一生 这是下一个问题 赢了这把再说 赢了这把再说 赢了 赢了 该我问你了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 会 为什么 因为在这条路上 我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路 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可能就遇不到他了 你对你义父 倒是挺忠心耿耿 没意思啊 没意思啊 不想玩了 别走啊 不是 签票了 谁说不要啊 把这姑娘赢的行都记我账上 这怎么行啊 怎么独自一人跑到这来赌钱啊 你为天之骄子的未来夫婿呢 你知道我定期了 赤水族长和昊玲王姬订婚 想不知道也很难 都忘了跟你说恭喜了 恭喜啊 除了恭喜 你就没有别的话想跟我说了吗 你想听什么 没什么 有两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说 第一件事情 为你做完药 我现在还能做 可日后我成婚以后 我就不会再帮你做完药了 第二件事 我想解掉你我之间的骨 这个骨总是跟你惹麻烦 上一次你已经厌烦了 不如等你有空时 我们去百里 我们去百里 一起把这个骨解掉 一起把这个骨解掉 你放心 骨解掉以后 以前我承诺你的事情依旧有效 好啊 好啊 等我有空时 给你的完药每三个月会送一次 我先走了 陪我一起吃个饭 对不起 我没时间 陪我一起吃个饭 对不起 我没时间 那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是对谁说的 好吧 向柳将军 这是什么肉啊 这么香 驴肉 大荒内他做的驴肉肉敢排第二 就无人敢排第一了 稀罕哪 几百年了 第一次看你带朋友来 还热女娃子 特意为你做的 尝尝 谢谢 前阵子 又有两个兄弟走了 当年跟着吃 跟在大将军身边的几个旧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 人固有一死 后早后晚而已 你说得对 说不定哪一日 这一日就轮到你我了 她的胳膊 就是在冀州之战中门的 如今的中原 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原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你自己 你是在担心我的安全吗 想什么呢 我只是随意提醒你一句而已 我看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我自己 我怎么了 我好得很啊 是 你就是过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才会独自一人跑到赌场来赌钱 你说为什么找一个同行的人 会这么难 找一个人同行不难 找一个志趣相投 星星相待 能让旅途变得有意思的人同行很难 人真的会一辈子都忘不掉一个人吗 那要看是谁了 如果你说的这个人是涂山景 我看很有可能 你是说他忘不掉我 还是我忘不掉他 随你理解 反正大慌那个好男人多得是 好男人是很多 但是 能真正把你放进心里的男人 只怕不懂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觉得 我不应该嫁给赤水蜂龙 我没什么意思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问我 我就是如实回答我的看法 那你觉得 如果我不嫁给赤水蜂龙 应该嫁给谁 你问我 你问我 我问谁 反正不管嫁给谁 这个人绝对不能有家事 也不能跟我哥哥作对 姐姐 只能送你到此了 前面 是你的世界 是你的世界 姐姐 你在看什么呀 怎么都不理我 没什么 不过是一个红尘中 偶然做伴的顾客而已 终究不是一路可以同行的人 走吧 走 你很久没有练剑了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来拿药 最近我没有心情练着玩 可否再宽限些时日 出了什么事 让你连我的债都赶钱 没什么 只是心情不好 向柳大人最近不忙吗 路过此地 顺路要债 你让我白来一趟 胆子 胆子倒是渐肠 项柳大人就饶过小的这一次吧 下一次 小的一定把项柳大人的事情 当做是人生大事 再也不敢拖延了 不会谈就别谈 难不成你谈得比我好 十一年 隐蔽 我也落泳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也落泳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让我写见你 四指头刀刮 只要能令你眼中有我 欧夜落雨涌 请将我的心 你挖掘 让我雪满荒野 四山上桃花 只要能令你心中有我 有我 这首歌好血腥啊 时辰的歌 血腥之人唱血腥之歌 豪灵王对你很好 当然 我父王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 你刚刚那首歌好像还没有唱完 后面是什么 忘了 九个脑袋也能忘记事情 你把我打傻了 看以后谁跟你练这玩意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啊 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声 吸点赞 订阅 与 启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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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叫人好不容易才能碰到一次 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 我想去看看他嘛 你确定 看见什么了 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种癖好 喜欢偷看别人夫妻的私事 向流 你故意的 我现在是恶人了吗 等不尽思念 等不到花开 等不到的 等待 红尘旧曲已处处 是怜悟是刺苦 柔情深许已生生 是监狱是禁锢 心若浮屠已默默 是来路是归途 你死却无忽 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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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嫁给他 不要嫁给他 来人 把这个无理狂徒 给我轰出去 来人 防风贝 小药 今天有贵客在 我不想惊扰贵客 你做什么之前 先想想自己的家族和族人 小药 不要嫁 你想要做什么 不要嫁给赤水风龙 你现在跟我说不要嫁 你不是还没成吗 当然可以不嫁呀 立即离开 以后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要理他 我们继续吧 我不想措施及时 好 阿败尊长 小药 还记得你发过的毒誓吗 我发誓 只要向柳帮我把轩身上的鼓解掉 我就答应他做一件事情 若为此事呢 天大五雷轰粉身碎骨 算了 以你这小气的性子 你肯定不满意 你说吧 你想让我有什么样的下场 如若违背 凡你所喜 都将成痛 凡你所乐 都将成困 小药 我也想让你给我离开 我 你 我想让你现在跟我离开 你不需要问为什么 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 跟我走 立刻 马上 小遥 开行李了 小遥 这是你欠我的 我发誓 若为此事 凡我所喜 都将成痛 凡我所乐 都将成苦 小遥 不要 对不起 我今日 我今日 今日可能无法嫁给你了 对不起 什么 这 这怎么不说 你不嫁给我啊 怎么不嫁给我啊 这我亲子都不嫁给我啊 这人都不嫁给我啊 这人都不嫁给我啊 你宁愿跟他走都不愿嫁给我 我赤水风龙在你心里 还比不过一个 有手好闲的浪荡子 不是这样的 我 立刻跟我走 是我对不起你 我今日无法嫁给你 我不奢求你的原谅 日后你想如何惩罚我 我都承受 让他离开 我说让他走 谁都不许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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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不许拦 我这就不许拦 谁都不许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必须还 你明白就好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要成婚的 在你离开号灵前 你明明有足够的时间来阻止这场婚事 可你却偏偏在婚礼上当众带我走 让陈柔是赤水是与我结怨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如我号令国威 让我生命尽毁 从此以后成为整个大黄 人人唾弃的女子 算了 事件都已经发生了 我还问这些做事 也许我这个人天生就倒霉吧 我累了 你出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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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虫 好 来 王丰贝回了赤水族长的婚礼 抢走了昊陵王继 以后你打算让他怎么办 他犯了这么大的错 自然是要以死谢罪 王丰贝死了 他不是早就告诉过你 只是红尘作伴 一场游戏而已 现在游戏结束了 他自然该死了 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 死了便死了 何须难过 难道王继 把这场游戏当了真 跟一个红尘过客交了心 是 我是当了真 因为防风贝跟你不一样 你虽有九头之能 却无一心之情 而防风贝 他虽然是一个能力一般的数字 可他却教我射箭 带我游玩 给我分享好吃的 给别人带来欢乐 为了这样的朋友 伤心难过 是人之常情 你放心 像你这样的人死的时候 我一滴泪也不会掉 王继自作多情了 我都从来没对你有过心 何来不放心 是啊 你无心 我无意 这样最好不过 我都从来没对我 还是我爱你 就像你这样的愿意 我虽然一样 你让我虽然一样 我虽然会那么上 我虽然会那么多 我虽然会那么多 你 一定会那么多 我虽然会那么多 你 我虽然会那么多 我虽然会那么多 我命运的谜语 看时间的流离 爱的宿命一步一去 难逃避 我只剩余事外 吹下眉眼之关系 不停不堪 守着爱心心里 每一顽固零零的月光里 天尘如风烟起 回忆里满是你 几几天地间的煎熬和不及 每一刻孤单单的时光里 思念它弥漫期 天地间只有你 对魂骄傲 只守一身去 你在清水镇住了几十年 回到故地 不打算出去逛逛 有什么好逛的 就算街道还是那条街道 人却面目全非了 既然面目全非还不如不见 免得徒增伤感 这是特殊炼制过的烈酒 一杯就能醉人 再烈的酒 也不能让我 一醉解千仇 向流 你可真是一个 没心没肺的酒头腰 狼心狗肺的恶魔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既然敢和恶魔做交易 就该有勇气承担后果 是啊 我们之间从来都是公平交易 就算是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把骨 移中在你的身上 千错万错 都是自己的错 你愿意嫁给池水风龙吗 不愿意 为什么要答应她 小妖 看住我的眼睛 你愿意嫁给池水风龙吗 不愿意 那你愿意嫁给屠山景吗 你愿意嫁给池水风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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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你最想和谁想陪你生 你愿意嫁给池水风龙 你愿意嫁给池水风龙 你最想和谁相达一生 Tak abonn 疼 疼 告诉我 疼 疼 我不问了 不问了 为什么 因为 好好睡一觉吧 醒来之后 你会忘记刚才发生的一切 痒痒 痒痒 痒 痒痒 痒痒 这里还是老样子 可是你我 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相处了 你是昊陵王姬 我是叛军将领 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有什么好可惜的 你说的没错 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昊陵王姬失踪了这么久 外面该闹翻天了吧 你做的事情 却要冯丰氏被黑剥 冯丰盈盈势必要为冯丰氏 挡了这非来横祸 她是涂山氏的族长夫人 等于把涂山氏也拉了进来 你以为想破坏你婚礼的人是我 不是你是谁 涂山景让你抢亲 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自己去问涂山景 他凭什么破坏我的婚礼 他想做什么 我只是拿钱办事 雇主怎么想 与我无关 混蛋 我什么时候可以走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 你想走 随时 提醒你一句 古人在 你若是敢泄露防风被就是我 休怪我让你心痛而死 不相信吗 不相信吗 不想死的话 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说 这就是 这就是你没有恐惧结果的原因吗 夏老将军 好算计 我本就是这样的人 你又不是今日才知道 我先走了 二十时 江苏 姑娘 出了清水阵 雪小一点就换云年 好 我怕寂寞 寻不到长久的相依 短暂的相伴也是好的 与你短暂相伴的防风被死了 我还你一个长久相依之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 向柳 你躲在那里干什么 是想看我笑话吗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我来祭奠顾佑 你却突然跑不出来 明明是你打扰了我 再说了 你有什么笑话可看 难道校领大将军 没有听说吗 我是赤臣的孽众 原来是这件事 可这件事 有什么可笑的 你说来给我听听 看来谣言都是真的 你真的是赤臣大将军的女儿 闭嘴 突然就换了个父亲 还是个臭名满天下的大魔头 的确难以接受 闭嘴 你不了解赤臣 但你应该了解你的母亲 既然她选择了赤臣 那你就应该相信她的眼光才对 我说了闭嘴 不管怎么说 最起码你知道你自己的父母是谁 总比我强吧 像我这么一个从袋里钻出来的妖怪 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你也知道 我有九颗头 比别人能吃一下 从小我叫微生计奔波 日子过得惨不忍睹 一会儿被别人喊打喊杀 一会儿九颗脑袋 还要自想才上 有一次恶极了 一颗脑袋 差一点就把你一颗脑袋吃了 真的 假的 你 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人的心态很奇怪 幸福或不幸福 痛苦或不痛苦 都要通过比较来实现 所以我正在通过讲述我的悲惨过往 好让你比较一下 你过得其实还不错 可我没有编造假话 从蛋里钻出来是真的 不知道父母是真的 既有块脑袋还是真的 后面的 后面的 变得顺粹了 刚刚我都说了些什么 那你现在还需要我再跟你讲述一些我的悲惨过往 好让你觉得 你有一个大模特负务器 其实也没什么 不用了 不管是你们神族还是我们妖族 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 所以啊 何必为一个自己出生以前发生的事纠结 嗯 红将是陈戎的大将军 你跟随他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赤臣 没有 我真正跟随义父的时候 赤臣已经战死 都说赤臣轨迹多端 轰酷无情 可他为什么知道前面的路是一条死路 还要坚持走下去呢 那场大战持续了上百年 死伤无数 也许 与其背负着所有袍子的死亡继续活着 倒不如死 对于一个将军而言 最好的结局 就是战死杀成 那你呢 你为什么选择红将 是因为他是你的义父吗 不仅仅是为了义父 还有并肩作战 出生入死的袍子 我们一起打仗 一起喝酒 一起收敛战友的尸骨 几百年了 他们的尸骨早已幻化成灰 但九颗脑袋 九颗脑袋的记忆实在太好了 到现在呢 他们的英勇向往 我全都记得了 我全都记得了 我娘曾经跟我说过 这些人 这世纪有很多的亲密 这世纪有很多的亲密 哪怕舍弃性命 也不能放弃 四叔叔舍弃了叔母跟藏玄 我娘舍弃了我 如果他们不是我的亲人 我一定觉得他们很为他 可作为娘的女儿 不管他有什么大亲大义 我都不想原谅他 如果我们不是我的心 我终了她 也能试一下 我只是想原谅 好 三大乎 很力令 他与他 我还是不想原谅他 向柳 姑娘追了我这么久 所为何事 姑娘如此纠缠不休 莫非 对我有意 向柳 你别装了 我知道是你 姑娘不知道矜持两字怎么写吗 再不放开 休怪我不客气了 好啊 那你就别客气 反正我疼了 你也不好受 你 你有这么多张脸 到底哪一张才是真实的你 既是久命向柳 自然都是真实的 你有这么多张脸又能怎样 就算你有八十一张面孔 我也能一眼认出你 西林姑娘 认出了我 你想干什么 我 我想让你帮我解骨 条件你提 解不了 为什么 当年你都可以帮苍璇解骨 为什么你现在帮我解不了 骨虫是活物 死一时比一时 难道你能打死刚出生的小老虎 就代表着你也能杀死上千年的虎妖吗 我是不行 难道你也不行吗 你若不信我 何必再问 你来执意城市做什么的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要不是你拉着我 我早就离开了 你来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涂山景找我结果 他给的条件非常诱人 所以不是我不想答应 而是我真的解不了 景 景他现在也在赌场吗 他就在你身后 我把眼线引开了 你从侧门离开吧 有劳了 你不来 我还真就脱不了身 哎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又犯什么事 我以为是幻觉 以为你是假的 不过你怎么来了 想来就来了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西岩王跟昊陵王姬大婚 你知不知道武神山上 受了多少侍卫 正是知道西岩王大婚 所以才特意来看看 你可是不像要凑热闹的人 如果只是婚礼 我自然没兴趣来凑这个热闹 什么意思 昊陵王是贤明之君 不可能明知储君空玄 对江山设计的危害 却迟迟没有立处 除非另有谋话 如今昊陵王又把自己 唯一的女儿嫁给了西岩王 西岩王又是他亲手教导的徒弟 莫非 莫非什么 莫非昊陵王 想把整个昊陵当嫁妆 送给西岩苍玄 怎么可能啊 不愧是九头腰啊 开的玩笑 都比别人开的大 看来我猜对了 九个脑袋确实比一个能想 我哥哥继承了外爷的志向统一大荒 收复昊陵后 便会派兵攻打红江 我原以为昊陵和西岩的战争 没几十年难以结束 没想到 大黄居然这么快就要同意了 你还要继续跟着红江吗 天地辽阔 江海浩荡 你难道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想做吗 天地辽阔 江海浩荡 是啊 你是个九头腰 难道 想束缚在命运里吗 你就没有考虑过 换一种选择 去试一试吗 你是在担心我吗 我知道 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交易的对象 可我对你 却有朋友之意 朋友之意 看不着摸不着 我可不敢指望 西岩苍玄若是知道你我心头养着同命骨 同生同死 可敢杀我 你就是我前置西岩王的棋子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骨是什么 对吗 是又如何 你既然能帮助苍玄解骨 把骨种在自己的身上 那你肯定知道解骨的方法 你猜猜 我若死了 你能活得了吗 不如反过来问 我若死了 你能活吗 你利用骨牵制苍玄 难道你就不怕我利用骨 来暗算你吗 你暗算我 我很期待 向柳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把话说清楚 小阳 小阳 有些事情 我得跟你说一声啊 您说 今日封龙 领兵出征 讨伐红江 我知道 你和向柳 有些矫情 我和苍权都已尽力 奈何 红江和向柳 誓死不详 我明白 这场战争实在必行 对于西岩那是必须 对于红江也是一种解脱呀 我明白 你和向柳的历程不同 有些事情早已注定 我明白 我明白 想什么呢 我在想清水镇 你放心 从前也在那住过 他一名官员 颇山安置清水镇的居民 你是在想向柳对吗 为了给串子 还有麻子娶媳妇 我的金山桌肥肥 结果遇到了白雕毛秋 向柳以为我是奸细 便抽了我四十鞭子 后来还是被石漆背回去的 我一门心思 想读到向柳 结果 却把石漆给读到了 行了 煨 alt 这个曲奇 Gods 喜快乐歌 baked staan离搜 你 Newaro 背宽膛 熟患唐疼 如星河 繁华多多 偏爱人间烟火 我祈求此生的拥有 偏要长情在座 你才有 续雨的悲欢 几藏够 相拥在轮回天尽头 赢去了可解因果 推了初见你时的颜色 有一次 向柳受了伤来找我 我见他不能动 便从木造里拿出一块木炭 在他的脸上画眼睛 一共画了七个 再让他自己的 三 四 五 六 七 正好是九个 他那双眼睛 问狠狠地盯着我 可是很奇怪 我能感觉到 他对我没有赌杀气 你 一种心思 我 悲欢 忐忑 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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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处仙冲 我 月 美 清澈 木 温柔 星宿 星宿 星河 泛满花多多 偏爱人间烟火 江流 我知道你能感受到我 快你出来见我 走 你可知道 你杀了藏玄 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而是整个天下苍生 无数人的性命 那又怎样 红江心怀故国不愿劝降 的确令人敬佩 可人力与天下大师不可对抗 如今陈戎 西岩还有号令已成一统 你若杀了苍玄 大皇必定分崩离析 会再次陷入战火之中 舍天下大义 成全个人小义 难道这就是 红江心中的忠义吗 如果苍玄被我杀了 只能说天下大势还不是统一 又何来与大势对抗之说 我说的是否有理 你心里很清楚 你想用我教你的剑术射杀我 站住 真没想到你会为赤水风龙报仇 为什么不嫁给他 反正屠山井都已经死了 别忘了 我叫九命巷龙 想杀我 一定要多设几千 设得准一点 找着这儿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若是再敢打藏权的主意 我就一定会去杀了红江 这剑术是你传授给我的 你教我的是杀戮 我的毒你尝过 尝过很多次 虽然对你没有用 可若是想杀掉红江的话 却是易如反掌 我让你走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这些年 你受了我不少恩惠 你可曾真正回报过我 你想要什么回报 你的血 你的血是疗伤圣药 将来的战事不会少 将来的战事不会少 炼制一些药丸 没有坏处 好 我给你 你要多少 只要死不了 越多越好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 除了红江以外 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妻子 只有可利用和不可利用 没有意思其他 我以前总听人说 久命向流 冷酷无情 我本不信 而如今 我信了 我本来就是个冷血的妖怪 不是我无情 是你太愚蠢 是我太蠢 你不要 我怕 你不怕 你不怕 你怎么没有 你不怕 你不怕 身端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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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往恩情 我已写偿还 今夜过后 你我末路 此生此世 我永不想再见到你 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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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尽思念 等不到花开 等不到的等待 红尘旧去一处处 是怜悟是怜悟是刺苦 柔情深许一生生 是监狱 是金谷 心落浮屠一暮暮 是来物 是归宫是归宇室 是归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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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归宠恬魔恨 是归宇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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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心感情愿 让你真正中了谷 你三番四次找我劫骨 我没有骗你 我是真的劫不了骨 虽然我解不了骨 但我能杀了他 你不要怪我 谁让你只问我能不能解 却从来没问我能不能杀 我用操能准备 我用操 bunu 我用操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 你的骨 结了 从此以后 你我 再无关系 刚才向柳到底在做什么 我怎么看着好像是 他杀死了两个自己 向柳 以命诱骗蛊虫 舍掉两条命 与蛊虫同归于己 此结谷之法 也只有九命向柳 才能用之 谢谢 谢谢 晚辈还有一事相求 你说 小遥曾说 此生此世 永不想再见我 今夜过后 她和我 再无关系 如果小遥问起体内的国 我会告诉小遥 是我姐的 医祖 陈荣王 曾是我的顾交挚友 我寿远将近 你不用担心 我会泄密 事关小遥 为何不能让她知道 此生既无缘 不如不相牵 不相念 就如从未相识 相知 你 你放心 今日之事 我永不会让小遥知道 我昊灵意 再次发誓 绝不将今日之事 告知小遥 若为此诺 折寿 损服 灵体用事 多谢 玉轩不留外客 但逗留一两日 还是可以的 你不妨等伤好一点 再离开吧 不必了 面对西岩大军 多一命少一命 无所谓 告辞 避水吸血 青山埋骨 这一别 再无重逢之日了吧 也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也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夜宣伤 不妨等深圳把九头妖王 不妨等风峰的救头妖王 飞着有脏油汗的六头小妖 啊 啊 独山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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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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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